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网络上的秩序 本周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项司法解释发布之后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让一些网络上的大V们频频发声 而现在身在高墙之内的网络大V薛蛮子向民警讲述了自己发展成为网络大V的历程和他心理的变化 半月前薛碧群因涉嫌聚众隐乱被刑事拘留 而薛碧群的网名叫做薛蛮子 是在网上拥有着1200万粉丝的网络大V